这是广东人不可不知的历史 明代中叶以广东为代表的岭南学派 在国内大放异彩 名震中原 与新学大师王阳明的阳明学派 一并成为明代国学的主流思想 据在明正家之教 阳明甘泉之学圣经 天下学者 步走遥江 吉祥增城 一时间 广东与浙江成为了国内两个主流学派 而岭南学术能达到这等地位 要归功于广州增城的一位圣贤 甘泉先生 战若水 洪志十八年 三十九岁的战若水奉母之命 第二次进京赶考 这一次他高中进士 四十岁步入师徒 这一年 王阳明还并未误导 他听闻战若水的甘泉心学后 耳目一心 大受启示 两人一键定交 后来成功误导 成为一代心学圣人 几年后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羽求有余天下 三十年来未见此人 这是他对甘泉的赞赏 也说明了甘泉心学 对他的影响至深 广东新语记载 甘泉温关至上京 福祉约祖 推索有余 以给家人弟子 可见战若水生平 十分朴素地调 他拜访学姐的朋友 常常骑旅前往 世人因此发出感叹 其在今日 则万万无舍车而骑者 然而他在开关讲学方面 却从不吝啬 他从围观期间开始 在南京 扬州 辉州 武夷 广东等多地 开设书院 多达数十家 门下弟子数千人 他不遗余力地 传播岭南学术 嘉靖十九年 七十五岁的甘泉先生 回到广州 之后的二十年间 他终日讲学 史料记载 他春居罗浮 夏居西桥 秋居天官 冬居甘泉 四十讲学不费贤歌